世界上有大约32万种植物 但你平时见过的可能不足5% 这些植物有的生长在高山或平原沃土上 有的生长在水中 有的则生长在干旱的沙漠地区 它们中的许多 都有着我们从未注意过的神奇之处 本期地球军就给大家带来了 世界上最奇特的20种植物 带你一起了解植物王国最不为人知的秘密 新来的观众 可以点赞和订阅小铃铛 以免错过精彩视频 话不多说 让我们进入正题 第二十个 寒生草 寒生草有一个九死还魂草的外号 它们凭借顽强的适应力 生活在炎热的撒哈拉沙漠 这些干枯的球状植物 在上百年里 被风吹到沙漠的各个地方 最快一天能移动超过一公里的距离 在外人看来它们已经死去多时 但从它的名字你就知道 这并不是它死亡的终结 因为它是一株能复活的植物 寒生草的移动并非漫无目的 尽管这里每年可能只有一两次降雨 但用几十年的时间总能找到水源 虽然不多 但对寒生草来说已经足够了 吸收了水分的寒生草 会在几分钟之内舒展自己的枝条 并生长出根系再次绽放生机 这时的寒生草需要等待一个奇迹 在它再次干枯萎缩之前 雨水必须落在它的枝干上 只有这样它的种子才能被打落在地 种子在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生根发芽 几周后就会开花 在它们长得更大之前 烈日会无情地遏制这一过程 但它们的种子已经被保存了下来 这些干枯的小苗会跟它们的母亲一样 随风飘扬 等待雨水再次来袭 即使下次苏醒是在百年之后 第十九个 火焰锤筒花 在陆地植物出现后不久 野火就出现在地理记录中 它是导致生态系统更迭的重要因素之一 跟寒生草截然相反的是 唤醒火焰锤筒花的不是水而是火 它主要生活在南非西南端的细灌木丛林里 这里是世界上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大约九千六百种植物蒸齐豆艳 它们种的大部分都需要受粉者的帮助 所以竞争尤为激烈 火焰锤筒花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避开了竞争 它们用囚巾将牙包埋在地下 一藏就是十五年 只有山火过后 它们才在一片废墟中冒出地面 尽管它们的花朵看上去又弱又小 但这无伤大雅 因为附近已经没有竞争对手 大火几乎吞噬了一切 现在它们是这里唯一的花蜜来源 几个月后灌木丛恢复生机 随着竞争重新开始 火焰锤筒花又一次枯萎回到地下 等待另一场大火把它们唤醒 那么埋在地下的火焰锤筒花 是如何得知大火烧过的 研究发现 唤醒火焰锤筒花的并不是温度 而是烟雾 只有最直接的火烧信号 才能被这种神奇的蛰伏植物所识别 第十八个 黑王丸仙人球 黑王丸是仙人球龙爪球鼠 众多变种的经典品种 它们原产于智利阿塔卡玛沙漠 跟一般仙人球相比 它们最特别的就是遍布全身的黑刺 黑王丸高度可达1.2米 直径10到20厘米 生长极其缓慢 一般6到10年才开花 要想从单身变成群生 很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它们在沙漠里的规模相当庞大 放眼望去 漫山遍野都是黑色的龙爪球 场面十分壮观 不过因为它们都统一地朝着一个方向倾斜 所以有时也会看起来有点奇怪 就像爬行的虫子一样 这主要是因为仙人球 需要尽可能地减少暴露在阳光直射下的面积 只有这样 它们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黑王丸的这种独特造型 有时也会给它们带来灭顶之灾 就像西角 象牙等黑石的存在一样 几乎每一种你能想到的植物 都在以某种方式被走私 而这些高冷狂野的黑刺仙人球 更是最至首可热的植物之一 据2021年数据统计 全球约1500种仙人掌中 超过30%都面临着灭绝的威胁 专家表示 如果继续下去 许多已经进化了数百万年的生物 很可能从地球彻底消失 除了植物走私 自然界也有能威胁到仙人掌的存在 仙人掌壶寄生 是桑寄生科 红狐鼠的一种全寄生植物物种 它们的种子会借助鸟类的粪便落在仙人掌身上 大部分种子都会枯死 只有很少的一些能够发芽 前端的吸盘结构 有助于它们牢牢吸住仙人掌的表皮 每当夜晚来临 仙人掌张开气孔呼吸时 胡继生就会抓住这个时机进入仙人掌体内 并且开始汲取养分 然后在一年后冲破仙人掌的表皮 长出成堆的红色花朵 如果不考虑它寄生植物的身份的话 这花看起来确实非常漂亮 兽粉完成后 它会长出许多看上去可口的白色果实 引诱鸟来吃 然后把它的种子带到其他仙人掌身上 重复这一寄生过程 第十六个 萤木果灯草 许多植物都长出可口的果子 引诱鸟类帮助传播种子 但有些植物却通过高明的片树来达成目的 萤木果灯草生长在南非东海岸 这里的夏天非常炎热 它需要在温度过高前把种子埋到地下 为了做到这一点 它开始欺骗以动物粪便为食的羌狼 它们的种子外形不仅酷似羚羊的粪便 而且气味也非常接近 可以说完全就是为羌狼准备的 这种植物的种子非常坚硬 羌狼既无法食用也不能将卵铲在种子里 通常羌狼只有在把种子搬回去之后 才会发现自己上当受骗 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这种植物的种子已经在羌狼帮助下 扩散到了新的地点 绝大多数植物依靠鸟类和昆虫来传播种子 它们通过向空气中释放芳香化合物 或产生鸟类和昆虫赖以生存的甜味花蜜 来吸引传粉者 但有些植物的手段 可能比荫木果灯草更加肮脏 献果腾树又称捕鸟树 它们主要分布于加勒比海和印度太平洋的岛屿上 跟其他植物一样的是 它们会引诱海鸟在其树枝上筑巢 当小鸟掠过这些充满种子的树枝时 献果腾树的粘性种子就会粘在鸟的羽毛上 一段时间后种子就会脱落 这时它们可能已经被带到另一座小岛上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献果腾树的进化方向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它们的种子数量过多 而且粘性非常强 以至于许多鸟被它的种子死死粘住无法飞行 最终只能活活饿死 研究表明 鸟类尸体上的种子发芽情况并没有显著提升 而且献果腾树从海鸟粪便得到的养分 要远远多于它们尸体分解带来的养分 也就是说捕鸟树杀死这些鸟没有任何好处 第十四个 积水凤梨 委内瑞拉东部雨水充沛 暴雨频发导致土壤无法在岩石上聚集 因此生活在这里的植物不得不另寻养分来源 凤梨科植物的叶子形如漏斗 它们可以收集雨水 所以也被称作积水凤梨 各种各样的小动物把这里当成活动天堂 它们死后尸体分解的养分会提供给植物 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不过也并非所有的凤梨科植物都秉持友好的态度 有些石虫凤梨科植物的小水塘就是一个捕猎的陷阱 内部的水被分泌出的酸性物质所融合 昆虫或小型动物一旦进入就会被逐渐的消化腐蚀掉 而且它们的页面还覆盖了一层蜡质薄膜 猎物踩上去非常滑料 很容易掉下陷阱成为狩猎者的美食大餐 第十三个 梨藻 一提起食肉植物 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捕蝇草 然而植物界速度最快的昆虫杀手并不是它 而是一种梨藻 梨藻品种很多 大多生活在池塘里 是水生草本植物 它们平时吃的最多的昆虫是结绝或水糟等小型生物 有时甚至会悄悄把自己的精深到积水凤梨的水池里 捕猎生活在其中的小虫子 离早的捕虫囊生于匍匐枝或者叶的基部 多数成扁球形半透明状 开口处长有感应毛 感应毛一旦被碰触 原本半别的捕虫囊就会迅速鼓起 形成一股强大的吸力 将囊口的水流连同猎物一起吸入囊中 整个过程只需约百分之一秒 如果不放慢速度 你根本看不清它是如何捕食昆虫的 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眨眼之间 第十二个 榕树 榕树的根系非常发达 有时甚至会跟城市建筑融为一体 在印度的奇拉蓬奇 当地的卡西族人 把榕树的这一奇特之处 用在了你无法想象的地方 他们把槟榔树干挖成中空 横跨在河的上方 然后引导榕树的刺根朝着对岸生长 当遇到河对岸的土壤时 刺根就扎根于此 慢慢地就能长成一座天然的树桥 按照印度荣 根系一天生长2.5厘米的速度计算 一座树桥通常需要10到15年才能成型 长辈会在整个过程中 慢慢交回下一代人 然后把这项记忆传承下去 长好的树桥非常结实 据说最多可以承载50个成年人同时通行 许多桥梁都会随着时间的退一老化 但这些树桥却不会 榕树根系在漫长的岁月中 会不断自我修复 可以说只要榕树不死 树桥就越用越牢固 第十一个 喷瓜 喷瓜的模样看起来就和普通的黄瓜一样 但它的脾气非常暴躁 成熟后只要轻轻一碰 它的种子就会喷射出来 简直堪比游戏中的豌豆射手 喷瓜属于葫芦科喷瓜鼠 这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地区的慢生植物 它们的种子之所以能这样喷射出来 是因为在它即将成熟的这段时间里 它的多僵质组织会变成粘性液体 并逐渐充满果实内部 里面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 这时外界稍有风吹草动 它们的果实就会从瓜饼脱落 然后种子借助强大的压力 从气孔里喷射出来 据说最远的甚至能喷到五米开外 真是不负喷瓜之名 需要注意的是 喷瓜浆液具有一定毒性 所以切记不要为了好玩去触碰它们 第十个 斑海玉 有时植物捕捉昆虫可能并不是为了吃 斑海玉原产于欧洲中部 是天南新科的一种林地开花植物 它长着淡绿色的佛燕包和非常奇怪的紫色花絮 这个像玉米棒一样的部位 会在晚上发热 并散发出恶臭 从而吸引昆虫前来兽粉 熊花上方有一圈毛刺 进来的昆虫会被囚禁整整一夜 直到次日温度降低才能出去 然后携带着满身的花坟 抵达另一株斑海玉 一只昆虫需要进入两次陷阱才算完成授粉 第九个 巨魔玉 巨魔玉又称泰坦魔玉 跟斑海玉一样 它们同样会提高温度 并且散发出恶臭吸引腐蚀昆虫 来帮助自己传播花粉 巨魔玉是最大的单花植物 它的球筋成扁球形 最重可超过100千克 最高的花絮于2013年5月 在德国波恩植物园记录 达到3.2米 如果不是青年所见 人们很难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大的花 值得一提的是 泰坦魔玉属于世界宾威物种 野生品种仅在苏门达辣岛的热带雨林中生长 数十年的生病期内只开两到三次花 每次只开一朵 并且开花时间没有规律 据说这种花的香味类似腐蚀的恶臭 这也为它赢得了湿花的称谓 随着人工栽培技术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在植物园一堵巨魔玉风采 不过也有人对它湿花的名头提出质疑 因为他们觉得它的味道并不像湿臭 反而更像城里的垃圾桶 第八个 野燕麦 会爬行的动物太多了 可你见过会爬行的种子吗 野燕麦种子的外壳上长有两根芒刺 芒的中间可以弯曲 也可以伸直 有点像膝盖 只是膝盖可以自由地伸曲 而芒需要在一定条件下 才能弯曲或伸直 芒上部较粗的部分叫芒柱 下部较细的部分叫芒针 芒柱对空气的干湿程度非常敏感 平时空气较干燥时 芒是弯曲着的 当遇到空气湿度增大 芒柱就会膨胀 伸直 弯曲的芒也就伸直了 当空气湿度降低后 芒柱就会缩水 扭曲 这时的芒又弯曲了 隔一于两根芒的不对称结构 种子就在芒的一深一曲中被撬动着 然后一点一点地向一个方向执着地挪动着 一旦碰到土壤缝隙就会钻进去 第二年便会生根发芽 尽管往往一个昼夜种子的芒 才出现一次伸曲 也就是说它一天才能爬大约一厘米 但对植物的种子来说 这项本领已经是登峰造极了 视频讲到这里 为防止TOP研究院频道再次盗用文案 特付上视频创作信息来源 文中多段语句以进行藏头或藏尾方式进行文字处理 用作原创标志 如若再次盗用 地球军将直接向平台举证 说起会移动的植物 那就不得不提著名的墨西哥跳豆 墨西哥跳豆是一种灌木的种子 虽然名字里有豆 但不是豆壳植物 而是大几颗 外形和豆子也不太一样 它有点像算伴 一个圆形种甲会分裂成三个跳豆 它们最奇特的一点 就是可以通过弹跳和滚动来移动 这个速度可比野燕麦的种子要快多了 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 跳豆在光线强或者温度高的时候 跳跃最为活跃 很显然种子没有腿 是不会移动的 墨西哥跳豆之所以会跳跃 是因为里面藏着一种生物 每当春季灌木开花之时 一种墨西哥当地的飞蛾 会把卵铲在上在发育中的豆甲上 在卵孵化后 极其微小的幼虫 就会钻进还未成熟的绿色豆甲中 并开始啃食种子 随着豆甲逐渐成熟 它会掉在地上分裂成三半 内部含有飞蛾幼虫的豆子 就变成了墨西哥跳豆 由于这种灌木生活的地区炎热而干燥 且日照强度很高 所以躲在里面的幼虫 需要不停移动来找到阴凉的地方 如果把一些跳豆放在一起 一边用灯加热 那么最终大多数的豆子 都会转移到凉爽的一边 有趣的是跳豆 并不会一直停留在一个地方 因为幼虫相信 努力改变比座椅待避活得更久 第六个 千岁兰 千岁兰可以说是世界上 最奇怪的植物之一 它主要分布在纳米比亚沙漠 可以活上千年或许更久 它的两片叶子不断向外爬行 在锋利的作用下 被四成许多小条 像是翻滚的大章鱼 以至于它们还有一个 沙漠章鱼的外号 话实表明 它的家族可以追溯到 至少1.12亿年前的白鳄集中气 但它的近亲已经全部消失 以至于植物学家 不得不给它单立门户 将其列为百岁兰科 百岁兰鼠的唯一植物 千岁兰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们的两片叶子 终生不会脱落 尽管叶子的前端会逐渐干枯 但是基部的叶子 永远都在保持生长 据说最长甚至能达到6米多 最宽的地方也有1.79米 绝对在叶子最大植物中 名列前茅 第五个 亚马逊王莲 潘塔纳尔湿地 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湿地 各种水生植物 在这里茁壮生长 它们每一个 都想在水面上占据一席之地 以便获得更多的阳光 因此这里的竞争格外激烈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一个水中霸主很快就诞生了 亚马逊王莲是植物界真正的野兽 它的花苞上长满了尖刺 像狼牙棒一样横扫水面 迅速清理出生长空间 它们的叶片 每天可以朝外生长20多厘米 短短几天 叶片直径 就能超过两米 亚马逊王莲的叶片上布满小孔 可以防止雨水积聚 叶片下方的尖刺 更是防止鱼类啃食的利器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 亚马逊王莲会迅速长出 大约40片这样的叶子 每一个叶片在到达水面后 都会迅速生长 所有竞争者都被它带有 尖刺的边缘无情地碾压和刺穿 直至水面被它完全覆盖 切断下面所有植物的光照来源 亚马逊王莲巨大的叶片 由粗壮的叶脉 和充满空气的空腔支撑 可以承载60公斤左右的成人体重 不过要想安全站在 亚马逊王莲的叶片上 你最好还是提前在上面 放置一个圆盘来保证受力均匀 不然很可能一头再到湖里 第四个 寒羞草 跟亚马逊王莲比起来 寒羞草要显得格外娇弱 这种植物因为在被触摸石叶片 会向内折叠并下垂的特性 被人们所熟知 这种特性来自于它的老家南美洲 那里常有大风大雨 雨滴不断敲打叶子 所以它学会了叶片闭合 叶柄下垂 以躲避狂风暴雨对它的伤害 寒羞草的叶柄的基部有水膜 叶子上的感觉区对压力有反应 当被碰触时 水就会冲向接触点 在这种重量的作用下 叶子会卷曲并翻滚下来 不过有趣的是 当研究人员用专门设计的装置 反复往寒羞草上滴水时 寒羞草一旦发现 水滴对它的生存不够成危险 就会停止闭合 而且几周后 它依然能记住所学到的 即使在环境变化中 也不会丧失这种能力 也就是说 即使寒羞草没有大忙 但它依旧能通过某种方式学习和记忆 第三个 窄叶乳草 跟寒羞草比起来 窄叶乳草的防御机制 要更加凶狠 每年春天 北美大陆上的帝王蝶 都会寻找一种窄叶乳草 因为这种植物的怪味 能阻止其他动物捕食帝王蝶的幼虫 帝王蝶在吸食乳草的花蜜以后 就把卵铲在乳草宽大的叶子上 而且由于帝王蝶数量众多 几乎每片乳草的叶子上 都有帝王蝶的卵 有的一片叶子上 甚至有好几个 帝王蝶的幼虫食量很大 而且进食速度很快 这对乳草来说 简直就是灭顶之灾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乳草有自己的防御办法 每当叶子被咬破后 被咬的地方 就会流出大量乳白色液体 这也是它的名字由来 这些液体非常粘稠 能把帝王蝶的幼虫 粘在叶子上 使它不能活动 过不了多久它就会饿死 于是乳草的叶子上 到处布满了帝王蝶幼虫的尸体 但凡事总有例外 一些聪明的帝王蝶幼虫 想到了对付乳草的办法 它们从叶子的背面下手 首先咬破叶饼 等乳液流干后再开始进食 并且在三四天的时间里 破茧成蝶 整个过程 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帝王蝶 成功闯过鬼门关 然后直到来年再次缠乱 又一批帝王蝶与乳草斗枝斗勇 第二个 叉叶茅高菜 沼泽和泥塘养分缺失 所以有些植物会主动捕食昆虫 叉叶茅高菜 全身长满了 长长的红色线茅 每个线茅顶端 都有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 这些美丽的枝叶 会释放出浓郁的香气 让昆虫无法拒绝 但实际上 却是一个个浇水陷阱 这些闪闪发光的水珠 是一种粘液 叉叶茅高菜 一旦察觉到 有猎物自投螺网 它的触手就会被激活 然后朝猎物的方向翻卷 最大限度地增加接触点 最后完全包裹猎物 昆虫一开始会恐慌挣扎 但很快就会被淹没在 甜美的花蜜中 整个过程一般持续十几分钟 叉叶茅高菜 会分泌出大量消化酶 逐渐分解昆虫身体 大概数十天后 猎物被完全吸收 它的叶片和线茅 又会重新展开 进行新一轮的诱补 第一个 千里木 跟千岁兰比起来 千里木要更像一星球的品种 千里木鼠是菊科大家族的成员 为世界最著名的高山植物类群之一 包括十一个物种和五个亚种 该鼠植物特有分布于东非高山地区 它们中最高大的起风千里木 是非洲最高峰奇力马扎罗山的特有种 最高可达十米左右 生长在主峰之下 3600到4300米的地带 为了给树干保暖欲寒 它们的叶片干枯后不会掉落 而是形成厚厚的棉被 附着围绕着主干 形成保暖层保护里面的金干 以应对海拔4000米的极端气候 这种独特的生长方式 让千里木看起来完全不像一棵树 因为它几乎没有枝鸭 就是一根主干上分出几根侧枝 然后一圈圈枯叶堆叠起来 就像几座反向修建的宝塔一样 所有来到这里的攀登者 无一不被这种大自然的造化所震撼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以上就是地球军 带给大家的世界上最奇特的20种植物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订阅我的频道吧 我们下期再见